顺平在接触了真人之后 获得了咒术的力量 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 回到学校中 与同学们热衷地讨论着电影的剧情 突然 平时一直欺负顺平的三个学长 闯进了电影社会 想继续欺负顺平 但如今的顺平 在获得力量之后 已经不再畏惧他们了 不过顺平一开始还是保持善良 在面对学长的事 还是低声下气地想保持平衡 但在一忍再忍之后 顺平还是利用自己的力量 杀害了他们 真人为了测试自己的能力 不断地杀害人类 储存人类 甚至将人类用来进行 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但比起真人 顺平的反应更让人不含而立 明明自己也同样是人类 在面对如此可怕的诅咒时 却完全不会害怕 即便是看到真人的实验体时 顺平表现出的 也只是一副默不关心的态度 因为顺平被霸凌惯了 他甚至人性的黑暗 因此面对被残害的人类 也只是默不关心 毫不在乎 其实灵魂才是人的载体 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被蕴藏在灵魂当中 只不过是人类 看不见灵魂的存在 因此将其定义为新 顺平默不关心的思想 得到了真人的肯定 也正因如此 顺平变成了 另一种形式的诅咒 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 杀害人类的诅咒 这边 老师来到顺平的家中 打听学长们 突然死亡的消息 令顺平没想到的是 在老师的眼中 居然一直以为 顺平与学长的关系很好 说到底 老师也只不过是 在毕业后 就继续留在了学校 完全没有进入过社会 根本不懂顺平 这样的弱势群体 在社会中 在学校中有多么的痛苦 想吧 顺平越来越愤怒 就在即将对老师 下杀手时 五子及时跳了出来 阻止了一切 另一边 七海独自一人 找到了真人的基地 两人随即展开了战斗 在咒术回战中 咒术师的实力 普遍要比咒灵更加强大 七海老师作为一级咒术 实力远超过 普通的一级咒灵 接近特级咒灵的实力 但在真人面前 似乎完全不怕七海 反而还想把七海 做成试验品 虽然七海的实力很强 但真人的咒术 能够控制人的灵魂 自由改变自己的形状 双腿可以变成马的头 快速冲到七海面前 造成巨大的伤害 即便受到了攻击 也能立刻恢复原状 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敌人 就实力来说 目前真人的实力 其实不如七海 进攻也不能对七海 造成强大的物理伤害 但一次又一次地 将人类变成咒灵 丢制出去攻击 且目前真人的实力 还不足以完全抹灭 人类的心智 这对于七海来说 简直和杀害 真正的人类没有区别 心理上造成的 巨大的压力 不愧是对人类 憎恨而诞生的咒灵 对于人命完全漠不关心 另一边 顺平看到眼前 这个对自己漠不关心的老师 内心的愤怒 已经忍不住 想对老师下杀手 幸好胡子及时阻止 脱掉了老师的裤子 将老师引开之后 决定把顺平带走 胡子天然开朗的性格 让顺平对胡子 逐渐放下戒心 两人在这次相遇之后 能够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前提是 顺平未曾遇见过真人 心智还没彻底落入黑暗